好 剛剛我們也提到了 今天來到現場的 Urlus Pervamante 它多了Rally模式 那可能大家也會注意到說 現在的超跑 它不是只有道路 不是只有賽道 它甚至可以越野 對不對 之前呢 統哥就有一支試駕影片 這個911變成了大莫習兵 我們說911打卡 在試駕的過程當中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們先給大家有一個觀察點 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的這支影片 統哥到底笑了多久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畫面上看起來很甜 對 但它真的沒有想像中的不舒服 對 對 哇 這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的天啊 我們要買一台來跑爬山賽啦 開玩笑 這太扯了 我還可以加速我們飲食數超過90喔 我覺得我今天完全 領略到了寶石機的電控的 對 因為它的重點就是在於 它第一個 它後輪還是給比較多的扭力 沒錯 在乏力模式地下 再來就是它的ABS 是圓曲一定程度的打滑的 對 然後它的LUNGE CONFRO都是 可是 它的旋跡性 我覺得沒有破綻耶 對 它沒有失控的感覺 即使它這麼滑 對 地上的洞 突然間超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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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統哥是會閃的 現在我們實際上在一個沙的 完全軟沙 對 你可以感覺到 你一收油門 車子馬上減速 非常的強烈的減速感 而且有沒有 喔 喔 我覺得它的旋跡好棒 對啊 我坐在副駕 我都覺得很有信心 沒錯 沒錯 而且它真的是 我不知道這後輪轉向 對這個有多少幫助 但是我覺得它的 traction真的是 太強了 太強了 而且我覺得它車頭跟車尾 非常協調 好 沙丘測試 這個時候你就感覺到 這個同椅的好處喔 因為我們真的還是會有 這個輪子跟著沙走的那種感覺 教練說 我們剛剛經過的是 寶石節 Massage 寶石節按摩 我們是 喔 又來了 喔 喔 喔 這時候車 這時候要學起馬 腳要踩住 對不對 踩住地板 然後屁股要可以離開椅子 喔 喔 開始了 喔喔 喔喔喔 很深浪 這好crazy喔 Roller coaster Power... 真的是開心啦 真的... 我們通常只有在電影裡面 看到大型的SUV 或者是 管狀車身的這種 略業專用車 Power... 我們真的爬坡了 Can block 我們懷念你 但是 I'm doing the same thing 真的... 謝謝 WOW WOW 這太crazy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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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crazy了 WOW 我覺得最棒的是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永遠都有非常澎湃的水平對我的聲音 沒錯...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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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我現在覺得每一個巴黎打卡的駕駛都是英雄 我們到了貝奈利的輪胎館 這邊原廠特別用心的安排了一個 很像是你真的會在 專業的拉力賽裡面體驗到的 換胎的空間 我們知道教練其實也盡量的讓我們發揮 然後我們也覺得真的 這個經驗真的是從來沒有過 太誇張 坐在車子裡面吹著冷氣 一邊開車一邊哇哇叫 而且好像我們真的就是回到了童真的感覺 我真的不覺得我這輩子 有機會再這樣開車 真的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光看這個影片我自己都會再笑起來 你剛剛我們都說說要嘴巴快要抽筋 統哥 是 你知道光看你們要噢噢噢噢噢這樣 噢了多久嗎 我不知道欸 我給你計時了 真的喔 剛剛那支影片 統哥跟Vincent一直噢的時間 竟然長達快兩分半鐘 就是 這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你們兩個都情不自禁 真的是情不自禁 那是真的開啟了對於保時捷全新駕馭 體驗的這種感受嗎 這已經不是光保時捷而已 就是但是確實是保時捷居然能夠提供一個 完全無法想像的環境 然後呢 用一部完全無法想像的車子 其實這部車開起來真的是 跟我們所有的認知 任何的車子都不一樣 我們 我們也開過off road 但是我們開off road 就是大輪胎啊 然後你開起來呢 你就覺得說 是不是很笨重的 然後要低速 對 然後呢 要緩過 對對對 然後你要 你要真的是 這十公里 時速十公里 你就很害怕 但是這部車 你看我們開到 其實我們可以開更快 你說九十一百囉 對九十一百喔 而且呢 我只是擔心 那個因為教練有提提說 路上他有放石頭 當作這個路的這個路標 所以我們不能K到石頭 K到石頭我們就會顧路 所以我只是在看著這個路標 不然的話 真的教練如果讓開一點 我們就會全油門下去 而且呢 教練跟我們說 我跟你講喔 所有的保時捷活動 只有這個活動呢 叫你不可以關 不可以開ESP 不可以放油門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 所以他一直喊Gas Gas 對對對 我們過每個坡 他說喔前面有彎喔 Gas 過完要Gas 這個時候它是 這個Rally模式喔 它有分Offroad跟Rally 那Offroad的部分 它其實是四個輪子提供5050 它希望你每個輪子有最大的抓地力 但是Rally就不一樣 80%的動力在後輪 它就是把你往前推的感覺 然後呢 你在全油門在沙地裡面 方向盤只要一撥 你有沒有看到我偷偷 都一直打方向盤 其實這是超好玩的 如果你只是直直開 當然很無聊 你就覺得 這樣被蹬 但你當你開始撥的時候 整個車子就油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好像一條魚一樣 或者說如果你有騎過 我覺得像蛇在沙漠上 對 或者說你玩過水上摩托車那種感覺 吹下去尾巴動 然後前面就是你 你就撥它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 我就好像乘風破浪一樣 但是我們是乘風破沙上面 是在沙上面 對不對 這種感覺真的是 好特別 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 然後其實後來我們有開 一個人開 六分鐘跟著這個 就是後來我們跟車的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車上 我們其實只開了六分鐘的沙 但那六分鐘讓我們懷疑 畢生難忘 真是畢生難忘 我們始終 以前沒辦法想像 有一天會有九一打卡 上面會有Rally模式 現在無論是有Rally模式 那維陽 你最近也有印象很深刻的試駕 對嗎 聽說是飛了一趟義大利 對 我又去了一趟義大利 那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就是有一天下午 我也昏昏沉沉的 就Lamborghini 台北那邊打電話跟我說 維陽哥我們要邀請你去參加 六十週年的活動 我就想說那就是一個Party 然後他說 但是你要先勾選 你想開什麼古董車 他們要把博物館裡面的車拿出來給你開 我想說這一定是詐騙 我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他就真的傳了一個單子叫我勾 然後我就趕快勾 好 我先勾勾看好了 就勾了Mura 然後勾完之後我想說 這應該是你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日常的白日夢吧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是詐騙 所以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我想說好 去了再說 然後因為他要開一些古董車 我想說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假白一點 我就去跟那個台中的高清榮大哥 訂了那個OMP的復古手套 然後戴了帽子 我想說好吧 就算在一個廣場隨便開一開 也算圓夢了 結果到了那邊之後 不是這樣 他就跟我們講說 因為今天只有五個媒體 那我們就幫你們勾選說 五個人都想開的車是哪五台 然後我們今天就一個車隊出去 前面是一個試車的他們的教練 開著Performante 在前面跑 我們在後面開 然後每一個人開一個半鐘頭之後 換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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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開一個半鐘頭 對 我就從Aventado開始 然後開Muchillago 然後開Kontach Mura 最後開400GT 我就這樣開了一整天 你因為做夢都會笑了吧 十個鐘頭 那時候開一開我就想到 我真的實現了兩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是 我把故宮博物院的東坡肉 跟翠玉白菜拿回去給太太玩 半家加酒 第二個夢想是 我跟我的夢中情人 從小的時候的初戀夢中情人 在意大利重溫舊夢 因為那些車 你小時候看過他 你海報裡面看過他 但是你不會想像說 他把博物館的車拿出來 但我覺得 Lambo Guini他們也很特別 就是說這個構想本身 他也要夠大膽 而且他也要願意開放 對 瘋狂 因為Mura 他就前一天晚上跟我們講 我們工廠裡面只有兩台Mura 一台是SV一台是S 然後我查一查Mura現在拍賣價 大概是兩百七到三百萬歐元 他就把那個車拿出來給你開 而且不是慢慢開喔 他是在前面開的那個 那個老先生那個教頭 開一百六一百七 你開Aventado當然追得到 你要後面開四百GD 開Mura 其實有點痛苦 可是我覺得這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他們不只是收藏品 他們真的還能開 真的 因為這開很快 非常快 然後車況都很好 你很難想像一台 像Mura跟我同樣五十歲 然後四百GD比我還要大 你就知道這麼老的車 顧得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 那是一個印象很深刻 可能現在沒像統哥開打卡 那麼誇張 但是 但我覺得你這個機率 也真是夠特別的了 你知道你那台銀色的二十五週年 是最後一台Contash 很難開啊 第一步他們留在博物館裡面 那台綠色是第一台LP四百 四百 然後銀色內部是最後一台Contash 所以你居然開了 而且我五年前在博物館跟他合照過 我也有 你看 然後我後來開著他 一邊開一邊想罵髒 因為真的好重 好難開 我回來還遇到統哥 我就跟他說 這這怎麼那麼難開啊 以前那些人怎麼開的 現在的車的科技 現在的車的操控 現在的調教 確實 這就是一直在與實際 現在的車只會越來越好看 無論他性能多麼的猛爆 但是我覺得他給你的信心感 其實在安全的部分 他還是加分太多了 對不對 那維扬你真的是讓人羨慕 對我希望人不跟你七十年八十年 還可以辦一樣的活動 我看我能夠活到什麼時候 對 董哥可以載我了 是不是 好 那講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既然現在這麼多的車 都有越野模式 那 少牛以後有機會嗎 等一下來聊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幫你找的勇氣要選擇 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友們 地床低限邀您 一起上線